哈囉,各位同學,我是尼文老師 我知道大家最近段考都快到了 那特別是在第三章,應該是大家覺得最困難的地方 那我今天就大概想說花個十分鐘到二十分鐘之間 讓大家能夠快速地來複習第三章的單元就是 生物的運輸與防禦 那這個單元呢,總共可以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植物的部分,一個部分是動物的部分 那我們首先來為大家來複習一下關於植物的部分 那植物的部分呢,就是三自一跟三自二 主要的部分就是講到尾管樹的運輸 尾管樹 好,那植物的運輸呢,其實呢 這個尾管樹是一種我們稱為叫做疏導組織的構造 疏導組織 那它其實是一種管狀的組織 那可以分成兩個部分 尾管樹呢,第一個部分就是所謂的韌皮布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木質布 那韌皮布呢,是在靠近外側的地方 外側,所以呢 通常呢,以樹木來說它就會形成水的樹皮的部分 那它負責運送的就是養分 那特別注意的話就是這個養分呢,是來自於這個光合作用的 光合作用 所產生的 這個我們稱為葡萄糖所變成的一些物質的糖 好,那這個養分並不是肥料 肥料其實是屬於木質布來運送 那木質布呢,它是在靠近內側的部分 那它呢,主要運送的東西就是水 還有礦物質 那這個礦物質呢,指的其實是像是鈣離子啊 像我們人的需要的鈣 還有像是什麼夾啊 這類的東西就稱為叫做礦物質 好,那這兩個部分呢 基本上呢,這個韌皮布運送的方式是可以向上或向下 但是木質布呢,只能夠向上 只能向上 但是這是上下,都可以 好,那我們要特別注意的是 植物的圍管樹呢,有兩種排列方式 一種排列方式呢,是叫做環狀排列 環狀 環狀的話就是主要的是一些像是 課本有提到像是龍樹 像是向日葵這類的 那各位以後會學到環狀排列其實是屬於所謂的雙子葉植物 那這部分因為課本還沒提到 所以大家可以先不用管它 那環狀排列比較特別的是 它的圍管樹的中間會夾了一圈 就是所謂的形層層 那這個形層層呢 它雖然不屬於圍管樹的一部分 但它其實也會讓這個植物變粗 它具有分裂的功能 形層層 那它向外呢,會分裂出韌皮布 韌皮布 那向內的部分呢,就變成木植布 所以它是這樣一圈一圈排列 那有考題就有考過說 當我們把這個植物呢 像是鬼針草 或是向日葵這種植物呢 插到這個墨水當中 插到紅墨水裡面 那哪邊會變紅色呢 那就是木植布的地方會變紅色 木植布的地方會變紅色 所以這是關於環狀排列的部分 那第二種排列的方式 我們把它稱為叫做散生排列 散生排列呢,基本上都是一些 單子葉植物 就像是這種叫做散生排列 那它是一種單子葉植物 就是像玉米跟水稻這部分 像是玉米 還有水稻 還有百合花 那這樣一種植物差別是環狀排列的植物的葉子 通常都是所謂的網狀脈 它的葉脈是網狀脈 但是葉脈是網狀脈 但是散生排列的葉脈呢 是像是芒草 或是像是竹葉 竹子 這種叫做平行脈 那散生排列雖然它是散生的 可是它也是一樣 圍管樹在外側呢 是更皮膚 然後內側呢 這個內側是木質布 所以植物的運輸基本上就分這兩個 那特別要注意是這個環狀排列 它就會形成所謂的黏輪 黏輪其實是來自於這個 黏輪其實是來自於這個木質布 這個木質布呢 它可以形成黏輪 注意那這個韌皮布的部分是不能形成黏輪 所以黏輪都是來自於木質布 那黏輪因為它這個形成成 在分裂的過程中 如果是春天的時候呢 它的分裂會比較快 所以細胞會比較大 顏色比較淡 那這種呢就是 就是所謂的春夏的年輪 春夏的年輪 那秋天的年輪呢 秋冬的年輪 因為天氣比較寒冷 所以那個細胞會比較小 然後顏色比較深 所以我們看到這樣圈一圈的年輪 就是這顏色比較深的就是秋冬的年輪 那顏色比較淺的就是春夏的年輪 所以記得注意就是 只有木質布才會形成黏輪 那韌皮布是不會形成黏輪的 那韌皮布以外的地方呢 就是形成成以外 這邊就是在樹木就會形成所謂的樹皮 樹皮 好所以我們有個口訣就是 我們都這樣說就是皮在羊 就是韌皮布在外側 然後它會在這個羊分 它會帶羊分 所以有個口訣叫做皮在羊 那還有一些比較細節的部分 是像是以葉子來說 葉子的葉脈呢 如果是在葉子的部分 它的葉脈的話是韌皮布在下方 在下方 在葉脈的下方 那木質布則是在葉脈的上方 好就是因為這個本來在內側 然後當它長出來的時候呢 它會這個木質布從內側跑到上面去 在葉子來說 所以這整個來看的話就是植物的部分 好那植物的話就是 特別要注意就是 這個為什麼根部是向上運送呢 因為它就是根部呢 需要透過這個叫做增扇作用的力量 把水分往上運送 然後最後會從這個氣孔增扇掉 那氣孔是葉子的部分 氣孔只有在葉子才有 所以呢 當葉子越多的時候呢 這個增扇就越快 所以有個實驗就是把這個芹菜放在墨水裡面 那你葉子越多 那個墨水下降就越快 所以這個部分呢 就是也是特別注意就是 增扇作用是跟葉子的數量是有關係的 那這個氣孔的開關就是白天呢 會打開 會吸水 然後膨炸 這個氣孔就會打開 氣孔就會開 那到了夜晚的時候呢 這個保衛細胞就 撕水 就萎縮 然後就 就關閉 就關閉 好 所以有這些重點 就是第一個 尾管束呢 它有分成韌皮部跟木質部 韌皮部是在外側 然後它是運送養分 而且是光合作用所產生的糖分 那木質部則是在靠近內側的地方 它是有運送水分跟礦物質 那框子就包含著像鈣啊 納這些 甲這些所謂的 肥料這種東西 那它只能夠向上 因為它是由根部吸收水分之後 經由這個太陽光或是風的增扇作用 把水分往上運送 然後從氣孔增扇出去 那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 這個呢 尾管束分成兩種部分 一種一種排列叫做 環狀排列 那它是 內側是木質部 外側是韌皮部 那中間有個形成層 這是只有環狀排列才有的 那扇針排列它就沒有形成層 它的外側一樣是韌皮部 內側是木質部 那特別注意就是 這兩種植物的差別 這種網狀葉脈 通常都是屬於這個環狀排列 例如榕樹啊 象日葵 像玫瑰花這些等等的 都是屬於這個 這種環狀排列 那扇針排列的話 特別注意都是一些單子葉植物 像是玉米、水稻、百合花 那單子葉就是因為它的種子 只有一個子葉 所以我們叫做單子葉 像竹子 這類的都是屬於單子葉植物 好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關於這個植物部分 那最後一個注意就是 關於年倫的部分 年倫呢 全部都是屬於木植部的部分 是木材 因為樹皮不會形成年倫 樹皮就是往外脫落就死亡 那木植部呢 就是記得就是 比較淺色的是屬於春天 然後比較深色屬於秋冬 所以一圈 一個秋冬就是一年 所以看有幾圈就是幾年 好 所以以上就是關於植物的部分 請大家要特別注意 那這個方向部分呢 潤皮部是向上或向下都可以 看它往那邊運送 它就會往那個方向 但是木植部呢 只能夠向下 所以以上就是關於3C3C2的植物的運輸 那接下來講到的是動物的部分 好 那各位要特別注意的是 關於心臟部 心臟其實是 很重要就是 它的構造呢 是最喜歡考的單元 首先呢 我們知道心臟其實分成左邊跟右邊 那在我們心臟的左側呢 這邊都是所謂的 沖陽斜 那右心的部分呢 都是缺陽斜 這邊右心 都是缺陽斜 好 好 那各位要特別注意就是 它的左右心是跟我們 手看的左右心是相反的 因為我們是看別人 所以這邊是左心 這邊是右心 那上面的話叫做左心房 好 那下面叫做左心室 那這邊的話是所謂的右心房 下面是右心室 那大家一定要練習的把這個房間 把這四個位置搞清楚 那在我們的左心呢 因為它都是沖陽斜 所以它進來的血管呢 也都是沖陽斜 那出去的血管也是沖陽斜 那進來的血管呢 有個順序就是 一定會依照 靜脈心房心室動脈的順序 我們簡稱為靜房式動 那這個靜脈就是所謂的肺靜脈 來自於肺的 那出去的話是要送給全身 也是沖陽斜 所以叫做主動脈 那這邊特別要注意就是 它要怎麼記呢 首先我們要知道 我們的氧氣是從肺來的 所以從肺進到心臟的這個 這個靜脈呢 它一定是沖陽斜 那另外呢 我們要送給全身的細胞呢 是經由主動脈送給全身 所以主動脈送出去的血 也是沖陽斜 這要特別注意 那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缺氧血 當我們這個血液呢 從氧氣送到微血管 然後把這些氧氣使用完之後 就會變成缺氧血 細胞得到這些氧氣 同時會產生很多二氧化碳 那這個二氧化碳呢 如果從全身收集回來的 都是二氧化碳的血 我們就稱為這個大靜脈 大靜脈也有分成 上大靜脈跟下大靜脈 所以這個 大靜脈的血是二氧化碳很多 那用完的血呢 我們要送到我們的肺去更新 所以我們叫肺動脈 所以肺動脈也是屬於二氧化碳很多的 所以特別注意就是 當我們送到肺的時候 是屬於缺氧血 然後呢 我們從肺回來的 叫做肺靜脈 是沖陽血 所以這四個部分 就是要特別注意就是 這個左心都是氧氣很多的 氧氣很多的 那右心都是二氧化碳很多的血 好 所以這個圖呢 一定要弄得很清楚 就是 左心房呢 是接這個大靜脈 然後再來是 右心房 然後再來右心室 再來是肺動脈 好 那另外一部分是 這個肺靜脈呢 會接左心房 然後左心室 然後出去是主動脈 好 那我們知道這個血液循環 它其實就是會流到全身去 那流到全身的部分呢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各位要記得就是 我們從左心房出發 左心室出發 左心室點到主動脈 主動脈 會把這個氧氣呢 送給這個叫做 組織微血管 就是給全身的氧氣 叫做組織微血管 那在這邊就會發生物質交換 這個 我們的組織細胞 需要很多氧氣 所以組織微血管裡面的血龍素 就會把氧氣送給這個 紅血球把氧氣送給這個組織 那另外呢 組織會放出很多的二氧化碳 還有一些廢物給這個血液帶走 那血液帶走之後呢 就送給這個 要回到心臟 然後再送到肺部去做交換 所以呢大心脈回收這些所有的二氧化碳 就會回到右心房 然後再到右心室 然後肺動脈 那肺動脈 那肺動脈就把這些 充滿二氧化碳的血液呢 送到所謂的肺部微血管 我叫肺泡微血管都可以 那肺部微血管呢 就把這些充滿二氧化碳的氣體呢 已經有擴散中排掉 那同時間呢 它也會吸收新鮮的氧氣 然後進到這個微血管 然後呢怎麼樣 再從肺靜脈交換到左心房 然後依此就是不斷的循環 那我們就把這個 跟這個組織微血管做交換 這個把它叫做體循環 體循環 那另外呢 跟肺部做交換 我們把它叫做肺循環 叫肺循環 那之前有教同學唱過一首歌 就是可以這樣唱 就是從左心室 大家可以 假設你有唱過叮叮噹這首歌的話 我們就可以這樣唱 就是 左心室 鑄動脈 鑄置微血管 然後再來是 大肌脈 右心房 這就是體循環 再來是 右心室 肺動脈 肺部微血管 肺筋脈 桌心房 這就是肺循環 我們前面有唱過這首歌 所以總而言之 這個是循環 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核心概念 當然有一些部分的細節 我們可能要再來複習一下 這個 講完這些之後 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們的身體裡面呢 有四的血液 血液 我們現在複習一下血液 血液分成血漿跟血球 那其中血漿佔的比例比較多 佔55% 裡面主要就是一些水分 還有一些養分 甚至是 蛋白質啊 葡萄糖啊 都會在血漿裡面出現 那血球的話 特別注意就是 其中最多的就是 紅血球 就是紅血球 然後呢 比較少的就是 白血球 跟 血小板 那這三則當中呢 又以這個 白血球才有細胞核 那紅血球跟白血球 它們都是無核的 它們都沒有細胞核 應該說它們成熟之後 就沒有細胞核 那功能也不太一樣 紅血球主要運送 就是氧氣 氧氣就是經由紅血球運送 那白血球呢 平常呢 通常都在休息 只有 當我們生病的時候 它才會大量的增殖出來去防禦 好 那待會兒會提到這部分 那最後是血小板 它主要是跟我們的 傷口 傷口的這個 血液的凝結有關係 好 就是 可以讓我們怎麼樣呢 就是止血 幫助我們止血的部分 好 那另外呢 這是血液的部分 第二個部分是血管的部分 血管的話 也是分成三種 那血管特別注意 它的流動方向一定是從 動脈 小動脈 動脈接小動脈 小動脈接為血管 微血管再接靜脈 或接小靜脈 好 所以假設呢 假設我們這邊呢 有三條血管 它的流動方向是 假設這個血管是 這個血液裡面的血球是 它如果是 先這樣流 然後再往下流 再往這邊流 那其中呢 這個最小的管子 我們知道 這個人來說這就是 尾血管 那我們要怎麼判斷 上面是動脈還是下面是動脈 通常那個小動脈 跟小靜脈的差別就是說 這個血液流動 是從小動脈 流到尾血管 流到小靜脈 所以呢 尾血管去的方向這邊就是所謂的靜脈 就是小靜脈 或靜脈 那所以呢 流過來的方向這邊就是小動脈 小動脈 跟小靜脈 所以它的順序就是 1 小動脈 再來2是尾血管 3是小靜脈 所以它的順序是有方向性的 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們再重新的複習一下 就是 我們身體的循環呢 就是先從心臟開始看齊 心臟四個房間呢 這邊是左心 這邊是心房 上面心房 下面心室 右心也是一樣 上面心房 下面心室 它接了四條血管 這個呢 一定順序一定是從 靜脈接心房 心房接心室 心室接動脈 動脈 動脈 好 所以它有靜房式動的順序 所以心臟圖呢 你要看的是它血液的流動方向 那第二部分是 在我們的右心也是一樣 它也是分成 靜房 室 跟動 所以靜脈接心房 心房接心室 心室接動脈 它順序一定是這樣子的 好 那特別注意的是 這當中有一些 像是半膜的構造 半膜是出現在心房跟心室的交界處 還有呢 心室往動脈去的方向 這邊也有半膜 所以呢 這個半膜呢 是出現在 心房到心室 所以 左心房到左心室有個半膜 右心房到右心室也有半膜 那另外呢 心室到動脈也有半膜 所以呢 半膜出現在 心房跟心室的交界處 還有心室跟動脈的交界處 在心室往動脈的地方去 也有半膜 那另外呢 靜脈本身也有半膜 靜脈本身也有半膜 還有呢 待會兒講到淋巴管 也是一種有半膜的一種血管 好 所以呢 這邊就是講到心臟的流動 那 要怎麼記呢 就是左心都是充氧血 右心都是缺氧血 那 左心都是充氧血 所以它的目的呢 第一個就是要送到全身 提供氧氣 然後變成從肺部 得到新鮮的氧氣 所以這樣送到組織微血管 就把氧氣提供給全身的細胞 那回收過來就是所謂的這個缺氧血 缺氧血會被大靜脈全部收集完 送到右心之後呢 然後再到肺部 肺動脈去 然後肺動脈就送給這個肺部去做更新 然後變成沖氧血之後 再回到我們的左心 所以呢 假設我們打針的話 我們打針的話 一定是先從大靜脈回去 第一個打針就是 打針的話 就是那個藥物一定先從大靜脈回去 所以就是先大靜脈 然後呢 再回到心臟 心臟之後再送到哪邊去呢 送到肺臟去做更新 那肺呢 再回到心臟 最後呢 再怎麼樣 再去到你要去的地方 某一個器官 所以呢 我們注射之後呢 通常這個 藥物會先流到心臟 再流到肺 再流到心 所以心臟會出現過兩次 最後才會去到 假設你的肚子痛 那個藥才會到肚子去 所以它會經過心臟兩次 經過肺一次 才會到那個器官 所以這是關於打針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 血液的流動過程 好 那這部分呢 就是另外也要注意到 就是血液呢 就是包含了血漿跟 血球 那 這個三種細胞 大家特別注意 就是形狀這樣不太一樣 最大顆的是白血球 最小顆的是血小板 那血漿的話 就是看不見 它是一個黃色透明的液體 那血管有三種 就是動脈、微血管和靜脈 那特別注意是 動脈是最快的 流速最快 壓力也最大 壓力最大 但是呢 最慢的是 微血管 那壓力最小的是靜脈 特別注意 壓力最小的是靜脈 壓力最小 因為它離心臟最遠 壓力離心臟最遠 所以它的壓力是最小的 好 所以這三種血管 也要特別注意 好 最後我們講到就是關於 有些其他動物呢 比方說 當然人啊 蚯蚓 或是鳥類 哺乳動物啊 等等 我們這些動物呢 都具有微血管 所以我們的身體呢 都是心臟呢 有動脈啊 然後呢 有微血管 然後再流回去心臟 那我們的組織呢 其實不會跟 我們的血液呢 混在一起 組織跟血液之間 是透過這個擴散作用 達成這個物質的交換 這種叫做閉鎖式 閉鎖式 就是血液不會在血管以外流動 叫閉鎖式 但有另外一種動物是 它的心臟呢 有血管 可是血管呢 就沒有微血管 就是 它的血液呢 會跟這個組織是混在一起 就 混合 混合 這種我們把它叫做開放式循環 那開放式循環主要都是像是昆蟲啊 或者像是蝦子 這種 截肢動物 還有像是蝸牛 這種動物 是屬於這個開放式循環 所以 這兩者的差別是開放式循環 它就沒有 它是缺乏 微血管 所以它的運送效率會比較差 因為它的衝腰血 缺腰血都混在一起 這樣子 所以 基本上就是一種 兩種循環的差異 那第二種循環叫做淋巴循環 淋巴循環 也是我們人類很重要的循環 它最主要的目的是 用來防禦 跟這個回收 組織液 第三個可以運送 支揉性的養分 好 那淋巴循環怎麼樣循環呢 其實它是因為從這個 微血管開始 因為我們人的微血管 基本上是 它是由一種 叫做內皮細胞的構造 所圍繞而成 那這個微血管 其實它就會很容易滲透出來 那滲到這個跟組織混在一起之後呢 這個 就變成叫做組織液 本來是血漿 本來在我們的血液裡面叫做血漿 它滲透出來就變成所謂的組織液 那組織液呢 它如果一直流出來 其實會造成水腫 所以我們身體裡面有一種管子呢 這種管子呢 叫做淋巴管 它就可以回收這些 流出來的組織液 那淋巴管也本身也具有伴摩 所以淋巴管呢 回收這些組織液之後呢 可是因為這些組織液 其實並不是完全乾淨的 所以呢 需要有一些東西來過濾它 裡面萬一有些病菌的話 就需要過濾 所以在這個淋巴管的末端 會有一些膨大的構造 我們把它叫做淋巴結 那淋巴結裡面有很多的白血球 可以把這些 就是回收的這些淋巴 就是組織液回收之後 我們就改名叫做 就是一開始叫做血漿 後來叫做組織液 第三步就叫做淋巴 那淋巴可能帶有些病菌 所以淋巴結裡面的白血球 就會把這個 這個淋巴過濾乾淨 那過濾乾淨之後呢 就可以送回到我們的大靜脈去 就是重新的回到我們的血液當中 所以這是關於淋巴循環的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 本來叫血漿 後來叫組織液 第三步就叫淋巴 所以這部分也是大家要特別注意的 那 它防禦的功能就是 因為它淋巴結可以過濾這些病原 然後回收組織液 就是這個血漿流出來之後 就可以重新的被送回到大靜脈去 那第三個是運送自容性養分 這個部分是說 當我們的腸道裡面 其實就是在我們的這個 絨毛裡面 其實除了微血管之外 還有這種管子 微小的淋巴管 那它的主要功能是 運送油脂類的營養 像脂肪酸或幹油 就會走這個 這個淋巴系統來 進行這個運送 所以這是補充的部分 好 最後一個部分講到是人體的防禦 這個是新的單元 因為以前的刻鋼是沒有的 所以呢 我們這邊稍微 幫大家步行一下的部分 那人體的防禦呢 其實最重要 第一個就是分成三道防禦 第一道叫做皮膜的屏障 我們的皮膚跟黏膜呢 可以 所以 無差別的 抵擋外來的物質 所以 這是一種 非專一性的 非專一性的防禦 好像我們這個 家裡面的牆壁 或是圍牆一樣 它是非專一性的防禦 那 我們的皮膚呢 通常會 分泌一種 就是像是 叫做溶菌酶 它可以這個 殺死外來的細菌 這種酵素可以殺死外來的細菌 還有像我們的胃呢 可以分泌這個胃酸 也是一種可以拿來殺菌的東西 所以呢 我們身體有這些 防禦外來的物質 就是透過皮膚 或是黏膜 還有像是 皮膚跟這個胃呢 它會分泌的一些 這個 胃酸等等來殺菌 那萬一你不小心受傷的時候呢 接下來呢 皮膚破掉就進到第二道防禦 我們叫做發炎反應 那發炎反應 基本上是由 我們身體裡面的白血球引起的 就是 當我們皮膚受損的時候 有些病菌會入侵 那這時候呢 有一些白血球 它就會釋放出 一種化學物質 這白血球呢 在你受傷的時候 白血球會放出 叫做 組織胺的東西 那這種 這種物質它就會 讓血液呢 讓我們的血管 出現的 叫做發炎反應 第一個就是會出現 紅 為什麼會紅呢 因為這時候呢 因為血管擴張 血管擴張 就會出現 就會出現紅的現象 齁 除了紅 還有腫 熱 跟痛 會出現紅腫熱痛的現象齁 紅的原因是因為血管擴張就紅了 那血管擴張會造成什麼呢 就是造成這個血漿 不斷的滲出 滲透出來之後就會造成 腫脹 然後水腫腫脹的現象 那腫脹之後呢 會壓迫到神經 而且也會覺得 因為血液裡面的血漿熱 所以就會有 這個 熱跟痛的現象 痛的話是壓迫到神經 那其實這個紅腫熱痛 對我們來說是 當我們在生病的時候 是秀幫助的 因為當血管擴張 血漿滲出的時候 這時候會吸引更多的白血球 來進行這個 吞噬這些病原 所以吞掉這些病原之後 你就比較不會再發炎 所以吞噬病原之後 就產生吞噬作用 讓這個病原就消失了 所以這樣就 達到一個 就是防禦的目的 那如果萬一 這些都還是 沒有辦法壓制這些病菌 就會進入到第三道防線 就像是我們 現在有很多的流感的病毒 還有像是現在的 新冠肺炎這些病毒 都是因為它已經 突破了前兩道防線 接下來進入到第三道防線 那第三道防線是一種 叫做專一性的防禦 專一性的 又稱為叫做 後天的免疫 或者叫做適應性免疫 就是 它是由兩種白血球所負責 那兩種白血球 我們稱為叫做 B細胞 跟T細胞 這兩種白血球 會負責專一性的防禦 那因為B細胞和T細胞 其實他們平常都待在08節裡面 所以呢 又被稱為B08球 跟T08球 那這兩種 B細胞和T細胞做什麼用呢 他們 第一個 他們具有記憶性 當他們第一次碰到這個壞人的時候 他們這些病菌 他就會記得他 然後下一次的時候 就會很快速的反應 所以他有記憶性 就是他第一次碰到 反應會比較慢 可是第二次碰到的時候 他的反應就怎麼樣 非常的劇烈 非常的快 這是第一次 這是第二次碰到 就會出現這種所謂的記憶性的現象 那這兩種細胞的功能不太一樣 其中呢 B細胞呢 是我們說B cell 它是負責 就是產生抗體 產生抗體 那抗體是一種蛋白質 它可以用來攻擊這些病菌 假設這個病菌呢 它碰到這個抗體 它就會被黏住 就會容易被其他白血球吞掉 所以呢 我們這個 彎字型的東西 就叫抗體 它的目的是產生抗體 B細胞 所以B細胞它的外面 通常會帶有一些抗體 可以去黏住這些病菌 那另外一種叫做T細胞 T細胞比較特別是 它殺死的是 它專門用來這個 殺死這個 受感染的細胞 受到這個病毒感染的細胞 或是受到細菌感染的細胞 那這個細胞是來自自身的細胞 就像說你的身體 假設你感染了感冒的病毒 那你的身體就會開始製造很多 這些細胞會開始製造很多病毒 那為了避免這個病毒擴散 所以T細胞就會把這些受感染的細胞 把它殺掉 所以呢 這種T細胞呢 它的功能就是 專門在殺死這個 自己的感染的細胞 就是它 它會去辨識這個自己的細胞 如果受感染 就會把它殺掉這樣子 那這兩種細胞 就是它們碰到這個病菌 第二次就會有這個記憶性 所以呢 我們就來介紹這個 叫做疫苗的概念 疫苗呢 它可以讓我們得到免疫 什麼叫做免疫呢 就是免於 免於第二次感染 免於 再次 感染 所以呢 我們要怎麼樣讓B細胞跟T細胞 記得這些病菌呢 所以我們用的疫苗 通常會是用那些所謂的 減毒的病菌 就是讓那些病菌的毒性降低 或者是把它先用高温把它殺死之後 打到我們身體 讓我們的B細胞跟T細胞去辨識 就可以達到這個免疫的效果 所以免疫就是利用這個記憶性 讓它先遇到這個 沒有毒性的這些病菌 然後等到它真的來的時候 我們的B細胞跟T細胞 就可以快速的反應 來達到這個免疫的效果 好 所以以上就是第三章的整個的複習 那我們今天就先到這邊 謝謝大家